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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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四八大愿没有九品 第十八愿也没有九品 但是无量受心有受到三倍 光无量受心有受到九品 三倍跟九品 它都是一体的 缩下来就是三倍 展开就是九品 再展开就八十一品 再展开就无量品 那为什么会说倍品呢? 是就这个两方面 一方面就在这里 还没有往生极度世界的这个根基来讲 有倍品 譬如说出家众 如果以三倍来讲 就在上倍 那么再加重 有能力跟没能力的 就是中倍跟下倍 那再展开的话 就有善啦、饿啦 所以就有九品 有八十一品 有无量品 那如果这些倍品 以他们的身份 以他们所修到往生的话 那就是胎生 所以三倍九品就是胎生 那如果三倍九品 种种种身份 他都专一练佛 那么就是化身 就没有倍品 没有胎生 也就是说出家众 再加众 根基高 根基低 上、中、下 任何的人 他都练佛 靠阿弥陀佛的力量 信佛制 往生到那里的话 就像谭伦道师所讲的 本则三三之品 今五一二之书 在超佛世界本来 有三倍 有九品 无量品 到了极乐世界 统统没有这一些 明眼概念 统统没有 都平等的 都进入法身 进入法身的话 连一品都没有 哪说九品呢? 还有 既然 都是三倍九品 跟胎生是相对的 那怎么说 上品上生 到那里 就花开见佛 那么上品呢 也是化身 其实一样的 只是时间的长短而已 太生说五百岁 不见佛文法 五百 五百 是一个树木的概念 那么九品呢 就有时间 有一树花开 有一日一夜 四十九天 有六节 有十二节 什么的 这个树木跟五百 都是一样的 我们如果看经典的话 经典上 常常在说 五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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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五百 五是一个树木 不多不少 大概的一个 一个树木性 所以它跟九品 是一样的内涵 佛无定法可说 都是众生的根基所等 所以说五百 说九品 也是随顺众生的根基 但呢 它的性质都一样的 那么它的目的呢 是要引导我们 这个三倍九品 五样品的众生 都来专练阿弥陀佛 专靠阿弥陀佛 这样就没有那一些被品了 到了极乐世界呢 通通化生 都能化开见佛 都能证无声 这个呢 是被品的含义 所以呢 所有的都要回归到第十八愿 乃至十念 这个简单是这么讲 背后的理论根据有很多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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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mili到京队佛 小霍佛